弟兄姊妹,这位王冲燕姊妹刚从中国北京到美国来 她是北京通州离院交案的受害者 她曾被因为家庭教会聚会被关押了一个月 她的弟弟因为她在关押期间没人照看 她弟弟被迫害致死 她妹妹因为交案的牵连,被判刑一年 她除了为自己来申院之外 也要求中国政府停止强拆十字架 要求中国政府停止迫害家庭教会 要求美国政府能够强烈的关注中国的宗教自由和人权 她希望世界的游客都能了解到这个事情的真相 所以她决定长期驻扎在白宫门前 大帐篷摆放很多的招牌 来讲解中国基督徒受迫害的情况 请很多外华人基督徒来支持她 来为她祷告 谢谢 你再说几句吧 大家好 我以后要长期住在白宫 住在白宫门前 向全世界基督徒 展示中国政府是如何迫害基督徒 来拆十字架的 请大家为我祷告 为中国被迫害的基督徒祷告 来关注支持我们 谢谢大家